说到枪击案 这也是左派 另一个试图转移社会话题的方法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不到油价报表 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这些我们眼前的事实 你看有枪击案 我们就应该要进枪 我们就是要利用 惨案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但是 其实人是很健忘的 如果这件事情 没波及到自己 一下就忘了 所以说他们要集中你的注意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一堆明星 歌星 演员 演戏 抖音 YouTuber 那些人上台 跟你说 你应该要在意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政府已经颜面扫地了 信用破产了 所以这些明星很值得信任 他们好棒棒 民众看了他们的电影 就应该相信他们吧 我不太懂这个逻辑 可能是因为 我不怎么看电视 我也没有怎么看电影 所以说对于那些明星 不是很了解吧 几个星期前他们邀请了某个 K-pop 的团体 我不认识 这次他们邀请了一个 我很喜欢的演员 Matthew McConaughey 我觉得很奇怪啦 虽然我对于他说的内容 几乎完全不同意 但是他也是个 我很喜欢的演员 但是 我的政治方向 怎么会听一个明星的呢 而且 他凭什么在白公开记者会 Evaldi is where I learned to master a daisy BB gun Took that took two years before I graduated to a 14 shotgun Evaldi is where I was taught to revere the power and the capability of the tool that we call a gun Evaldi is where I learned responsible gun ownership 然后勒 OK 你曾经住过Evaldi 然后好像跟那个地名有关 但是你在白宫干嘛 你能讲出来什么东西 接下来他提到宪法第二修正案 OK 这里就必须了解一件事了 就是 好莱坞跟主流媒体 民主党 他们是合一的 他们就是 撒旦的肢体吧 就是 如果这个议题很没有人气 你就找一些好像会让保守派喜欢的演员 来念一念 Joe Biden的稿 看看换个人说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然后呢 再请主流媒体推广这些明星说 你看 你爱的明星都支持总统的方向哦 Anyway 我们继续看这个 很棒的演员 很蠢的政治家 可以在白宫说些什么 Responsible gun owners are fed up with the second amendment being abused and hijacked by some deranged individuals These regulations are not a step back They're step forward for a civil society and and the second amendment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听他在白宫说教 这些东西不记得了 在里面下来 这些东西不知表明 ه 吃 祝责 吃 祝责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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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s no matter, it's not on the elemental chart, it's not fucking real, right? 我只是覺得很可笑,我們要請一個演員來說總統想說的話 因為總統可能已經睡著了不省人事了 講一堆連他自己都不懂的東西 有的時候真的會懷疑這一切是不是都是假的 真的是一個實境秀而已 然後過不久就會有主持人跟攝影團隊出來說 哈!整人大爆笑!成功!哈哈哈哈哈! Anyway,這是Matthew McConaughey 接下來說 我們要把購買槍枝的年齡從18歲提高到21歲 因為很合理、很實用、很有戰略性、很棒棒 還有一堆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的東西 我們要把那些武器還要等待的時間 我們需要紅色的法律和反應的效果 這些是正確、實際、實際、實際的規定的規定 對我們國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 Yeah,18歲的人腦子還沒長好所以不能買槍 但是他們可以當兵 然後他們在5歲的時候就可以改變他們的性別 Anyway,就是如果好萊塢明星出來講的話都沒有用的話 那就要靠主流媒體來推動這整個進槍的議程 方向是不管怎麼樣全部一切要往右邊推就對了 方法是去MSNBC講說 只要有人拒絕服從Joe Biden的槍枝管理 就是在支持社會暴力 而且是國內恐怖分子 Mr.Whitfield's mother was killed by foreign terrorists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on the committee would be promising him the moon What is, I mean, is it as obvious as it seems that domestic violent extremis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oting coalition on the right I mean, what is the structural impediment to pardoning the homeland against domestic violent extremism 有沒有發現 就在這短短的一集內 整個暴力事件的角色就全部翻轉了 一開始說的左派檢察官 不辦案造成很多的暴力 原因是因為三番勢還不夠左 後來發現左派的人要暗殺 那保守派的法官 他們好像稍微承認錯誤了 但是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錯 雙方都有責任 再派出前白宮發言人說 沒有啊,你們的訊息都是假的 我從來就沒有支持暴力啊 然後再推出好萊塢的大明星出來 支持槍枝管理 最後再請主流媒體說 你看這一切都是因為右派不支持槍枝管理 都是因為這樣才會有暴力事件 保守派太可怕了 我們要繼續支持Joe Biden才可以 這個就是他們的運作模式 很簡單 很無恥 很暴力 但是或許之前會很有用 這次真的不會再有用了 因為這次真的太誇張了 民眾之前看了還不會想太多 因為他們沒有怎麼被影響到 現在他們每天加油的時候 可能開個Honda Civic都要花個一百塊 現在的我們買不到嬰兒奶粉 整個美國越來越亂 這次人民會說 呃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會跟這次Joe金山的選民說的一樣 我真的很愛聽你們在這邊講這些大話 但是很抱歉 我的生活真的被影響太多了 你建造你的烏托邦 真的有點不切實際 我不喜歡一直被騙 我現在感覺很不安全 所以你下台吧 這次11月期中選舉的結果 應該就是這樣 請誰來都沒有用 就算是我很喜歡的Matthew McConaughey 我也不會一直在被騙 把槍枝的年齡提高到21歲 21歲就沒事了 21歲的人的腦子就很清楚嗎 不是吧 這個才是不治標又不治本的方案吧 我們的方案應該是要幫助人把腦子搞清楚 才對吧 就跟讀過聖經好幾次的基督徒 不一定就是一個很棒 呃很遵守律法的基督徒 而是要遵守律法 愛人愛己 而且把聖經裡面說的真的活出來 這樣子才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改變時代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響應神的呼召 關愛以色列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一棟國度基業耶路撒冷事工 分享會在6月16號周四即將舉行 Zoom Meeting線上特會 這是延續上個月土耳其 以色列華人命定的特會 要切實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這是神在末後所做的 猶太人與外邦人要同為一體 同盟應許進入一個新人的祝福 此次的講員有 萬王之王事工主任牧師 Chad Holland 萬王之王事工長老 Michael Brian Labby 國度基業耶路撒冷事工 張清泉牧師和李薩拉牧師 線上特會時間是6月16號周四 美西早上7點到9點 亞洲時間晚上10點到12點 以色列下午5點到7點 一起來參與 啟動國度基業耶路撒冷 駱沟